來吧 啟責皇上 民從五郎三千六百九十粒米飯裡 無一不是金包銀 至於楊上線三千三百三十粒米飯裡 有兩粒米飯沒有尖上蛋漿 所以勝出的是民從五郎 都說我會贏, 我贏了 我民從五郎 可以沒有辜負東應國的國威 是嗎?電影先生 是嗎? 打架 民從五郎, 這次只不過是贏得僥倖 楊先生你不必戒懷 不是, 我認得殺之名貴 剛好楊上線走進來的時候 四字不予條, 呼喚不宣傳 一看, 就輸得輸贏了 五郎, 贏了就好了 不必多熱, 退下 是 皇上, 奴才一時大意失誤 肯救皇上 准許奴才與民從五郎再賽一場 奴才絕對有信心贏回他 皇上 皇上, 大殿之上怎麼輪到你說話 是 退下 皇上, 民從五郎雖然贏了 但言行失禮, 請皇上原諒 民從五郎先生, 廚藝徵賺, 技藝昭裙 朕輸得心服口服 人禮 走 想問曹五郎先生, 黃金白兩, 金絲錦帶 以示兩國世代友好, 永治不亡 趕前大清皇帝 殿下爺 今天大清和本太子都受到其此大辱 你說該如何是好 奴才之罪 老爺, 奴才明天再去藝館 跟民從五郎交手比試 今天只不過是偶然失禮 偶然失禮? 還是他一個兄弟? 奴才的確是有一點點的兄弟 不過求殿阿爺給我一個 將功贖罪的機會 好, 本太子就給你一個 將功贖罪的機會 借殿阿爺 抬出來 快點 抓住他 殿阿爺, 開恩了, 殿阿爺 殿阿爺, 開恩了 奴才之罪 奴才之罪 這是你贖罪的機會 殿阿爺 你這一箱的考手 非要罪過大清的架 要你有何用? 炸掉他 是 殿阿爺, 開恩了 說是辭, 那是法 讓你誓出他的康家本力 炒飯這麼爆弄 這麼厲害 就是運用心後來供逼洗每一粒米飯 都會沾滿金黃色的蛋殼 好厲害 你們說了這麼久, 其實誰贏呢? 是呀, 誰贏呢? 是呀, 誰贏呢? 誰贏呢? 就是誰贏呢? 最後 就是誰贏呢? 就是那個曼松五郎贏了 是呀… 上來, 這麼快, 聽聽就贏吧 東營小郭贏大清 不走留在這裡, 你說還有什麼好談? 對了… 贏了皇上有什麼賞賜? 黃金白糧 最遇刺金絲敢戴一條 天保少爺, 看來煮東西 也有多少好處 慢著, 若然輸了 那會不會不斷有黃金十兩 又或者沒有那個金絲敢戴 也有銀絲卷呢? 輸了, 傷心不就像楊上善他那樣 真的怎麼樣? 太子是傷心手 用油山炸鑑山炸熟以洩懲戒 小福子, 我們是時候回去 不是等就有受罰的 好, 走吧 好, 用油山炸雙手以示懲戒 天保少爺, 你別這樣吧, 沒事的 不是你, 你一定是說不要這樣說了 不行, 我真的不能再入供 再弄了喉魚包 你, 給我想辦法 好 我想到了, 天保少爺 你只要自毀雙手 那就不用入供弄喉魚包了 不行 為什麼? 你如果沒有雙手 我就不可以刮你了 做事吧 你又打我 天寶少爺, 你乖, 很多人客 在等你做的鹹魚包 別再玩了, 好不好?乖 這裡就是京城附近的大街 我們就看這裡附近有什麼地道的小吃 令宮廷的御廚日百壞女士 我對京城的地道小吃一見百多好玩 五郎, 幹什麼? 你? 寶少爺, 你又演什麼? 有一道戲, 是什麼戲? 是鑊戲 寶少爺, 只有真正的廚藝高手 才會有這麼窮的王 寶少爺是什麼? 野力 海浩 雨 寶 就海 你 地 就海 你 地 想不到是白慶宣一遍 還有我民眾五郎 遇上一雙的小劇 好味道 我才知道 你們日本人的腸位挺好的 那邊放進嘴裡, 那邊就要我嘗嘗 謝謝你欣賞我的咸魚包 其實中國人的廚藝真是博大精心 今天既然難得碰到一位知音人 欣賞我的咸魚包 我不如坐下來慢慢吃 我再解釋給你們聽 我們的廚藝 究竟有多吃得招職, 煮得得戚 白癡, 我們的日本人士文化 才是最博大精心的 謙虛一點, 日本頂多都是第二 不好意思, 我真的沒辦法謙虛 因為我剛剛認了你的大清漁廚 這條鑑絲錦帶 還是那些旺爺賜錦和的 鑑絲錦帶? 難道你就是任從五郎? 是民從五郎, 我是天願獸吉 我告訴你 我今天就要贏你這條鑑絲錦帶 為我們大清爭光 小子, 你口大的苦情, 比甚麼呢? 既然你是客人, 我就給你 最擅長的東西 我問我跟五郎的刀工 聊一會兒 我就表演給你看 好呀, 是 九九八十一塊豆腐竿 尾片豆腐竿圓圓展展的 如果你可以超越我的話 這條鑑絲錦帶就是你的了 這條鑑絲錦帶就是你的了 九九八十一塊豆腐竿 ゲ亞? 誰能以中華ista強調蓬�etic精神 根本就是浪德去命 吹牛!吹牛! Bugga!死了! Bugga! nothing! 誰是浪德去命? 比我還要知道 你正在看的是 TVB USA 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 TVB 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呀按下這個鈴鐺這樣訂閱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